黃毓民議員 主席 我想你 我說的規程問題是37A 我之前上個星期 就交了3042條 這個修訂案要你處理的 按照37A 現在在我桌上 就還有3000多條 在我寫字樓也有3000條 總共是1萬條 這個我按照財委會 37A 提出的這個修訂案 是需要你處理的 不是在這裏討論表決 是處理了之後 就要表決了會不會處理 很多人都搞錯了 那你現在 就沒有回答我任何事情 但秘書就告訴我 你上次已經做了一個裁決 不再收這些修訂動議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第一我未獲告知 第二我在這個會裡都未聽過 你拿回那些只是逐次紀錄出來 一是就是此其一 第二即使你有說過 你這個都不合法 至少你每條看過 選了哪些不對 你扔掉它 好像對張超雄一樣 是不是 你1000條你留下200條 行不行 你都要做 都有個過程 但是你沒有看 又不做 所以我要求 你待會兒一定要給一個很具體的答案 我今天我就要提的了 好 你說完 好 我現在